很多人都听过森林小学 也听过森林中学 但是台湾第一家森林拖映中心 今天开幕了 在台中市这么一个拖映中心开幕 我们来看看今天开幕的情况 台湾的结婚率出生率都越来越低 少子化的现象造成大家越来越重视婴幼儿教育 台中市保姆协会的前理事长陈冠林 为了推广优质的婴幼儿教育 培养孩子成为能够独立自主思考的人 特别在台中市西区京城路上 开办森林种子拖映中心 陈冠林用爱的教育团队 希望停止体罚 看到孩子的需求 听懂孩子的声音 帮他们说出心声 以爱心凝聚共识跟能量 打造爱的家园 让幸福起飞 希望我们的孩子们 是一个独立自主能思考 然后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 因为我们必须学会停 看停 我们要停止我们的体罚的行为 我们要认真的去看孩子的需要 我们要去倾听他内在的声音 森林种子拖映中心 孝地很大 种满了各种花草树木 充满爱心耐心跟智慧的陈冠林 因为正通人和做人成功 所以在今天的开幕仪式当中 前台中市长交通部长林佳龙 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 立法委员黄国书 台中市议员沈又莲黄首达 前市长张文英 庆和建设董事长张朝凡都亲自到场参加 大家还一起举牌宣示 要反对暴力 反对体罚 用爱心让森林种子的每一个婴幼儿 都能够得到最大的幸福跟快乐 灌林啊 他是一个教育家的精神 所以我看到他那个忠心的这个忠子 我就很感动 就是用心耕耘 用爱灌干 向孩子学习 帮助生命成长 理事长他这个在森林这个 种子的托婴中心里面所提到的 对孩子的照顾 应该是建立在专业理解跟包容 所以我今天特别来支持 来给他加油打气 森林种子托婴中心 是全台湾第一个 有中庭花园跟运动场地的幼儿天堂 全体的教职员 会用他们最大的爱心跟热情 用生命打造爱的环境 让在这里的每一颗小种子 都能够安心幸福的成长茁壮 记者陈文旭 萧朝全台中报导